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看一下51单片机的定时器 我这边接好了测试电路 首先是给最小系统接上一个USB转接条用来下载程序 然后在P000口接上一个LED 把LED的负极接到P000口 这样P000口至低电瓶的时候就可以点亮LED 然后正极直接接到VCC 等一下呢我们使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 然后用定时器来控制LED每一秒变化一次 OK,我们接下来先了解一下51单片机定时器的基本概念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51单片机定时计数器的基本概念 51单片机具有两个定时器 分别是Timer0和Timer1 然后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下它的几个计存器 51单片机的定时器是16位的定时器 Timer1也是如此 Timer1也是如此 提供的计存器 Timer1是一个8位的计存器 它的高四位控制Timer1 它的高四位控制Timer1 低四位控制Timer0 我们主要看一下M1和M0 M1和M0 M1和M0组合起来可以控制定时器的工作方式 当M1和M0都为0的时候 定时器工作在模式0 也就是13位的定时计数器 13位的定时计数器的模式下 Timer1只使用D5位 我们开这张图 也就是在定时器工作模式0的时候 我们的Timer0的高三位 从5、6、7是不使用的 我们只使用它的D5位 OK 我们接下来 OK 我们接下来看工作模式1 工作模式1是我们比较常用的模式 它是一个16位的定时计数器 也就是我们TH0和TR0都会用得上 然后是工作模式2 8位定时计数器 它的特色功能就是可以自动装出值 自动装出值导致的结果就是 它的精度会比较高 我们通常会用在产生一定频率的脉冲 然后最常用的就是 穿口通信的时候产生波特率 我们看定时器的工作模式3 它可以将T0分别当作两个独立的 8位定时器使用 此时T1是不工作的 也就是T0当作两个8位的定时器 但是T1此时就不能工作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Tcon寄存器 Tcon寄存器呢 顾名思义就是 Timer Control的意思 也就是它是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 Tcon寄存器的高四位 跟定时器有关 它的D4位呢 是跟中段有关的 我们这次只介绍它的 高四位 我们看T20 T20的作用就是 Timer 0的开关 就是它表示Timer 0是否已经启动 如果我们给T20 呃 制一的话 那Timer 0就会启动 然后TF0 TF0是Timer 0的溢出标志位 如果我们的定时器0 溢出的话 就会给TF0 制一 然后T1和TF1 也是跟 TF0和TR0的原理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地址在 SDCC图文件里边的定义 那了解完 下面的知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使用8051的定时器 首先 我们需要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方式 我们这次呢 以定时器0为例 我们呢 如果想让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那么就需要给M1-0 M0-1 组成一个16位的定时计数器 我们看一下 T0的CT CT是计数器 或者是计时器的选择控制位 如果我们给T0CT-1的话 那么定时器将会工作在 计数器模式下 制0的话是定时器模式 然后T0的门空位 T0的门空位主要是 控制定时器的启动方式 如果我们把门空位置1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同时 在外部中段依为高电频的时候 才可以启动定时器 我们通常情况下 把它制零 那我们看一下 最大值和初值的计算方法 我使用的精正式是11.0592兆赫兹 那么我们就以11.0592兆赫兹为例 分别计算最大值 然后呢 这个是以定时器的工作模式1 为标准的 首先我们看最大值 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出来 定时器工作模式1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16位的定时计数器 那也就是它的最大值是16个1 我们可以看到16个1的最大值是65535 那么 它的最大值加上1 也就是加上0的时候 它总共有65536个状态 那么我们的最大值就是6536乘以12除以你的精正频率 我们大概可以定时是71毫秒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是12除以精正频率 51单片机是12T的单片机 12T的单片机 也就是说 一个指令周期是等于12个时钟周期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我们的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 需要费多长的时间 那么就是12除以11.0592 我们的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 就需要花费1.085微秒 OK 那我们看它的最大值就是 定时器的最大值 乘以执行一条指令 需要花费的时间 大概就是71微秒 当然是以精正是11.0592兆赫兹为准 然后我们看如果要定时器定50毫秒 我们需要怎么给定时器 负一个初值 为什么要给定时器负初值呢 就是我们的定时器呢 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加一计数器 然后它从低位开始加一加一加一 直到溢出出发定时器中断 那么我们如果要指定它溢出的时间的话 我们就需要提前往这个寄存器里面填写一些数字 比如我们把低15位全部填成1 那么它加一的话就直接是它的最大值 然后再加一就会溢出 OK我们看一下它的初值怎么计算 我们可以这样算 如果我们现在定时50毫秒 也就是5万个微秒 5万个微秒 那么我们执行 执行一条指令 需要花费的时间 是约等于1.085微秒 那么执行 那么执行5万条指令的话 大概就是 就是单片机定时 50毫秒 那么就要加 就要加一这么多次 我们可以反向推导一下 因为我们的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 需要这么多的时间 也就是12除以精震频率的时间 12除以精震频率就是 我们的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 需要花费的时间 执行一条单周期指令 需要花费的时间 那么可以计算一下 它需要执行 它执行这么多条指令 需要花费的时间 正好是50毫秒 OK 那我们拿它的定时器 总共可以定时 总共可以加一的数量 减去定时50毫秒 需要加一的数量 就可以得出来它的出值 那么就是 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 我们把它转换成 16进制 除以 2516 等于 76 76的16进制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76的16进制 就是4c 然后我们看 第八位的值 怎么计算 我们对 256取鱼 发现它 没有鱼数 是0 所以我们给 第八位 值0 这样的话 我们的定时器 出值就计算完成了 OK 我们接下来 开始写一下 测试程序 我这里解释的 可能是比较模糊 因为我的语言 组织能力 确实是 算是比较差的那种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话呢 不明白的话呢 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 我会尽量解答 OK 我们接下来 写一个测试程序 首先 键一下工作目录 然后 创建一个 MenderC OK 引入 MCS51的 头文件 然后写一个 MenderC 我们模仿 Arduino的写法吧 OK 我们首先实现 setup 然后loop OK 那接下来 我们就在 setup 方法之中 配置定时器 首先我们配置tmode等于0x01 我们看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 tmode等于0x01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前边 我们把前边的七个位 全部至0 最低位至1 那也就是说 me等于0 m0等于1 那也就是 它工作在 它工作在方式1 是16位的 定时计数器 OK 我们接下来配置 我们接下来配置 它的出值 th0等于0x4c 我们刚才 计算过的出值 th0等于0x00 OK 我感觉有必要再解释一下 这个出值的计算 这样 我还在浏览器里边 这个控制台 进行计算 首先是我们的 静震频率是 11.0592 兆赫兹 然后我们的 51单片机 是12T的单片机 也就是 执行一条单周期的指令 需要12个 需要12个 时钟周期 那么也就是 执行一条指令 会花费 这么多 微秒 这个式子呢 其实是经过简化的 然后 因为 我再重新 把它展开 写一下 因为我们的单片机 是12T的单片机 所以我们执行一条 单周期的指令 需要花费 12个 时钟周期 那么我们的 静震频率是 11.0592 我们这样算 我们的12乘以11.0592 分之一 也就是12除以 11.0592 执行一条单周期的指令 需要花费的时间 就是这么多 微秒 那么我们算一下 如果我们要 要花费 5000 要花费 5万微秒 也就是50毫秒 需要执行 多少条 单周期的指令 也就是我们需要 给这个 定时计数器 加多少次 才会 花费 50毫秒 那么我们 反向 推算一下 那执行一条 指令 需要花费 这么多毫秒 那 花费 50毫秒 的话 需要执行的 指令就是 需要执行 这么多条指令 我们在 反向 算一下 乘以这个数 正好是 花费 50毫秒 所以我们 就可以 给这个定时器 设置的 出值 就是 定时器的 最大值 这个 65536 然后减去 它要 执行的指令 那么 结果就是 我们需要 预先 在这个 寄存器里边 填入的数字 转换成 16进 值就是 4C 0 0 OK 那么我们 接下来看着我们的程序 我们设置完了定时器的工作模式 设置完了 出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启动定时器 也就是T20等于1 我们看一下 T20 T20 是在 Tcon 结准器里面的 我们说过 它的高四位 是控制 定时器的 T20 就是控制定时器 0的启动 我们如果把 T20 之一 那么就会 启动 Timer 0 OK 我们现在启动 Timer 0 定时器0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开关 也就是 ET0 等于1 我们既然打开了定时器的中断开关 但是 肯定还是要开总开关的 也就是 EA 等于1 我补一下注视 EA就是 Enable 好 Inter Rapt 的意思 那 ET 过名思义就是 Enable Timer 0 取第一个字母 ET0 OK 那 Tmode 就是TimerMode OK 我们的 说实话函数 已经切好了 那么 我们因为启动了 定时器0的中断 我们开了定时器0的中断 那么我们要写一下中断函数 我们的中断函数需要在方法后面加上中断的关键字 Interrupt 注意Interrupt的呢 不是一个C语言标准的关键字 所以在SDCC里面需要用两个下关键开头 它的中断号是1 那么我们这个程序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测试LED每一秒闪动一次 但是我们的定时器呢 溢出一次定时的时间是50毫秒 那也就是需要溢出20次才可以延时一秒 那我们写一个变量 我们写一个Count变量用来标识定时器溢出了多少次 定时器溢出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到中断函数里面来 那我们在中断函数里面给Count加1 然后判断如果Count大于20的时候给Count至0 同时我们在定时器溢出之后需要重新给它装入出值 我们把这句话再复制过来一次 OK 那么我们在Loop函数里边就可以判断 如果Count是等于20的话 说明定时器已经过了一秒 那我们就可以给P0口 P0 领口的电瓶切换一次 OK 我们的测试程序已经写完了 然后现在呢我们给它稍写到单片机上 现在我插入USB转TKR到我的电脑 在终端里边用SDCC加上我们的原文件编译 编译成功之后呢会生成IHX文件 然后我们需要用Pack IHX 打包一下 打包成HEX文件 OK 接下来我们使用管理员调用SDCFlash名领 稍写一下我们的程序 OK 现在等待我充起单片机 我现在接通单片机的电源 OK 程序稍写成功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测试结果 这个呢就是我们使用定时器控制的LED闪烁程序 OK 我们的定时器的使用方法分享呢就到这里 然后学会使用定时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另外一个模块 就是这个超声波测距模块 这个呢是很久之前买的一个模块一直还没有用过 就长这个样子 我准备呢在接下来的下一期或者下下期就讲解一下这个超声波模块的使用方法 不过在此之前我感觉应该还是需要讲一讲一节串口的 因为我们的测试结果呢我想通过串口 然后传输到电脑上显示 OK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大家再见 我们 developments ór 嗯 嗯 按摩